大家好我是张欣 今天到菜市场里面看到一个豆子 又忍不住花了15块钱买下来 冰箱里面虽然已经被我丈母娘送来的 开心农场作物已经三点满满 可是嘴巴馋没办法 15块钱小钱就买回来做一下 今天早上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道 非常简单好吃的凉菜 我们在菜市场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卖素食的摊位吗 里面必定有这一道菜 不过一开始我想请问老婆一个问题 黄豆 姜豆 四季豆 哪一个豆子原产地在中国 黄豆 厉害 哪一个豆子最晚传入中国 四季豆 哎呦 聪明了 有史以来怎么问都问不到的 第一次真的特别厉害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豆子就是 四季豆 四季豆的产地在哪里呢 它的原产地其实在中南美洲 有的文献说是7000年前墨西哥找到 可是我去查了真正的文献 考古学上面的文献 是在秘鲁安地斯山脉里面一个山豆 找到了一些人类的残豆 又剩下来的豆子 根据定位之后大概是4400年前 不过是4400年前还是7000年前 没太大的意义 它就是非常早以前 这个四季豆就已经在中南美洲的大地上普及开来 可是啊 四季豆的普及跟着人类的食器时代的发展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过四季豆如果没有煮熟的话 会造成食物中毒 所以在大陆现在很多学童的食堂或者是工厂里面的大饭厅 已经不准吃四季豆了 为什么因为怕大锅下去炒油的地方不熟 它里面含有肇素和血球凝集素 所以这两个东西如果没有煮熟的话 人会拉肚子腹泻 严重还会造成休克 所以跟新十季时代为什么有关呢 如果没有人类会做出那个陶瓷的盆子 那就没有办法拿来煮这个四季豆 你说是吧 没有这个盆子吃了四季豆它就容易中毒 所以四季豆的普及啊 其实是非常晚的时间 在中南美洲有三大作物被号称为维生三姐妹 甚至也把它神格化了叫做维生之神 老婆你要不要猜猜看有哪三个作物 这个猜得到你就厉害了 猜不大 别给你猜了 叫做南瓜玉米四季豆 有这三个东西啊 基本上人就可以怎么样 一直活下去 而且只尊万代 绵延不绝 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 嘿还真厉害 古时候的经验法则 还可以从现在的营养学上面印证得来哦 四季豆里面含有人类的两种必须氨基酸 一种叫色氨酸 一种叫做赖氨酸 这两个必须氨基酸 在玉米里面没有 而玉米里面含有的必须氨基酸 豆子里面没有 所以人啊 有一些必须氨基酸 必须从食物里面摄取到 当没有动物吃的时候 只好吃植物 而这两个东西都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 而南瓜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维生素A 类胡萝卜素 还有那个什么玉米红素 再加上高品质的淀粉 三个都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南美洲的三姐妹 而中国是什么时候传进来的呢 中南美洲的东西很简单嘛 就是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带到欧洲去 欧洲再带到中国来 只是欧洲和中国吃四季豆的习惯不一样 欧洲人喜欢吃豆子 咱们中国人喜欢吃什么 豆匣 两个吃法完全不同 而中国的厨师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我们有一句邂逅语是这么说的 四季豆油盐不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小时候是哪来骂人的 就是你这个人好讲坏讲 怎么讲你都不听 脾气特别倔 就叫他四季豆 你这个四季豆 不管给你吃油吃盐 怎么样子味道都炒不进去 可是我们吃四季豆又很有味道 其实这句话是讲给厨师听的 四季豆一定要焯水 炒熟之后 油盐和味道才进得去 不然的话会造成什么 食物中毒 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重复提醒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凉拌四季豆 即使是凉拌的 一定要把它煮熟之后 再来做凉拌 不然容易中毒哦 老婆时间交给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玉如姐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食材 就是这个四季豆 这个十五块 还有的话就是这个红萝卜 十块 对最主要也是配色 还有一些蒜头跟辣椒 就这些而已 第一个步骤就是 可见这个豆子老 贪小便宜 十五块还是 我们刚才讲这个一定要先洗 洗完以后我们再剥 哇老老老老老 可是这样很好玩 这样很有成就感 因为你剥出来就要再从这一头 记住不好 就是把它每个都这样 剥一下 好那我现在要来剥了 先不录了 拜拜 这个好玩 都剥好了 我们切的时候就这样 尽量打斜一点这样切 不然它油盐不进 对 好就把它切成这个斜的 藏着这种斜条 对 这样 老婆今天剥这个纤维 有没有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对 虽然它比较老 我们好久没有买过这么老的了 对很久没有剥丝剥的这么开心 这有成就感 因为太嫩的都没有丝 对 小时候剥这个最好玩的 对 小时候我不喜欢吃豆子 你只喜欢剥 但是我只喜欢剥这个 剥这个好比输的人 没有剥到最长的 就要法把所有豆子吃光 吓死人了 哈哈哈哈 胡萝卜 对 胡萝卜也不用太多 嗯 因为张欣不喜欢吃胡萝卜 哈哈哈哈 就是 只是配色而已 哈 就是先切薄片以后 我们就把它切丝 小时候这个胡萝卜也是 我也是拒绝往来 哈哈哈哈 很多小孩其实都不喜欢吃胡萝卜 然后都要骗他们 也不是骗啦 就是要一直跟他们讲说 吃的对眼睛很好啊 什么会变小兔子啊 照样不吃啊 一样也是不吃 我儿子也不吃 这胡萝卜是切好了 好嘞 先来这边 再来我们切一些蒜头 蒜头我们就把它切成 小莫 对 切一下 所以我说取名字真的有差 对 我说你要不要改名叫小莫 不用 你叫切丝好了 哈哈哈哈 这样就差不多了 快手菜 两餐下 对其实 我觉得以前啊 眷村妈妈其实啊 真的很忙 她没空给你在那边慢慢弄 切菜都很快 然后冰箱有什么拿起来 拼一拼就是一道菜 还要赶快去缝鞋子啦 黏鞋子咯 对不对 以前我妈妈是打毛衣 对啊 好 我们现在食材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就准备上锅 炒水 肉 烧开一锅水 嗯 水里面加一点盐 嗯 这样子等一下烫出来 它会比较翠绿 而且颜色也比较漂亮 也给它入点底味 对一点底味 然后再来加一点点的油 是的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 全部进来 好 烫一下 好嘞 老婆 这个大概要最少要烫两分钟 一定要把它烫到熟 对老婆 你刚刚说 你妈是打毛线 对 我妈是缝鞋子 你有没有缝过 有 真的吗 以前我阿嬷也是缝鞋子 然后缝鞋子 还有那个线 很粗的线 然后 要先弄辣 用辣 然后我阿嬷都想 滑个几下 然后那个手上还要带那个套子 要是皮的 对 然后线很粗 它这样子缝 对对对 以前我还会帮我阿嬷缝 因为他视力后来不好了 我都会帮忙缝 缝了然后就是有点 赚一点小小的钱 然后还帮他拿去交货 十个一捆 十个一捆一圈 然后拿去交货 对对对 这以前真的是很难 家庭工厂 看电视聊天 做菜 全家出动 对 不要弄那些 我记得我妈也缝 然后我跟我弟整理 然后我爸 部队下了班回来就扛出去 交货 还要帮他 真的很辛苦 对啊 没有的时候还要去找 还不见得都有给你缝 对对对 你缝太丑 那个老板还会退货 对啊 他这即将没塞 就把他退回来 平常多得很耶 不过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一样开开心心 对 而且一堆人就坐在那里 一直缝就对了 对 还比在谁缝的快 呵呵 不过厉害啦 烫的差不多了 你看颜色变成脆绿色 对对对 烫个两三分钟 铁铁熟 我个人认为啊 我以食品科学的观念来讲 我宁可熟一点没有那么脆 我也不要吃得重 对真的 一定要把他搞熟 嗯 这旁边我们准备了一碗冷水 就把它泡进来 你看这个还是不圆的碗 怎么样 手拉坯的碗 古董 对古董 好 放进来 烫一碗 给它凉一下 这个泡到凉水里面 可以保持它的脆度 不要让它热度继续厚熟 在它的颜色也会翠绿一些 顺便把上面那些油脂给洗掉 咦 我们把凉水都弄掉了 滤掉了 蒜头辣椒就进来了 嗯 其实颜色很漂亮耶 对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它的调味也很简单 就是一点点的盐 盐吧 还有一点点的 看你是要用味精 还是用鸡粉 都可以 对 再来就是香油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就是香油多一点它比较香 你走过那个市场那个 饭凉菜的碳味 你就会闻到它的香味 漂亮漂亮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在 就油亮油亮 对 好香哦 香油进去啊 就是一个很鲜香的味道 你去市场那种摊子 就是它有卖现成的这些凉菜的 对 就有这个 而且就这个味 自己拌 好方便哦 这样就好了耶 那你想要吃冰的 你就吃冰的 放冰箱放一下再吃 反正它就凉菜 很漂亮 好快 也就不到20块钱搞定 这样子面摊上小小一盘 可能就可以卖50块 张星快手菜 10分钟再度上菜 嘿 这么漂亮 15块钱一道菜 你看多棒 三两下清洁溜溜 而且闻起来就好像真的走到市场 走过去你特别想吃的那个凉拌菜的味道 而且特别好看 有没有颜色 我赶紧来尝尝看 这个啊 在我家吃一定要配白粥 就有个麻油香加蒜香 还能够吃到四季豆的清甜味 对对 因为四季豆就是有一个淡淡的芥末味 嗯 嗯 它的原味很清甜 加一个淡淡的芥末味 不知道网友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有 有哈 也可以在调味的时候 刚才调味的时候加一点点的糖 对 嗯 这个啊 加上胡萝卜你就吃不出胡萝卜不好吃的味道 哈哈哈 然后就吃掉 哈哈哈哈 很多人还是喜欢吃红萝卜啊 不好吃 红萝卜不好吃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嘞 这道菜啊 非常简单容易做 它就是吃这个食物的原味而已 对 它的调味啊 非常简单 香油 盐巴 如果不喜欢吃味精不加也可以 如果喜欢吃稍微一点点甜味 加那么一丢丢的糖 它就非常非常好吃哦 你看这道菜非常简单 可是 我早上翻了一下 这还是我老婆当年烤中餐厨师意 丙级时候的一道菜 嗯 对 凉拌四季豆 有一个系列都是四季豆 你有看到 叫凉拌蒜味四季豆 对 而且里面考试的注意重点 第一个要杀青 你们一定要煮熟 第二个 一定要有蒜味 要注意卫生 嘿 就这么简单 好嘞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一道菜 非常简单容易做 而且四季豆啊 一年四季豆有 它已经是中国人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 那个蔬菜了 我们还有网友啊 之前 他在我们的那个影片下面留言 他说看了我们的影片 他开始在市场做小生意 就看了 我觉得好开心哦 就是这些很 家常的小菜 对不对 让你多吃两口 重点是 真的 很好吃 配上凉稀饭 超棒 最后就有十秒钟补充一下 虽然四季豆容易中毒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四季豆 四季豆的营养成分 真的非常高 它可以当做蔬菜 也可以当做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它里面富含植物纤维 含维生素C 再来 它能够吃到里面的豆子 对吧 豆子里面又富含蛋白质 所以吃这柏叶啊 真的能够把植物纤维 蛋白质 还有维生物 甚至铁、铃、钾 都能够一次补充 有机会 便宜的时候 多吃一点 真的不错 掌心满谈 今天都有今天事 咱们明天见 拜拜